第1770集 哼 敢拿脚来踩他我们 叶凡上前以齐人之道环制齐人之身 大脚丫子直接印了下去 以一顿蛮力踩他 几声怒吼 他们原神出窍 撞碎天灵杆 想要撕破虚空顿走 结果等待他们的是一杆白骨大棍 全部被敲碎 死了个透彻 按照叶凡的想法 准备四处走动一下 不时小路下真身 谁敢对他不利 一个个都调出来进行反杀 可惜 他的钓鱼行动未能实施 人魔直接告诉他时间不多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化魔 还是赶紧上路要紧 叶凡一声长叹 只得作罢 不然 他将会布下一场杀截 将对他最仇视的祖王于古圣 大杀一番 北风呼啸 寒其刺骨 这是一片白茫茫的冰原 在那天地尽头是一座座 巍峨的雪峰 这是北域的一片高地 常年冰雪连天没有化开过 很神秘与古老 七八万年前 曾有一个名为幽民宫的古圣地 坐落在此 被北域江家一位绝代神王 手持横雨炉扫灭 据说 那是一个黑暗动乱的年代 有人说 此圣地是古族扶持的 故被江家神王灭掉了 时过境迁 岁月远去 真相慢慢揭晓 幽民宫为古族傀儡无疑 因为在这雪山之下 就是万龙巢 高地上原本冰封万座 在七八年前那一战中扫平 只剩下百余里的雪山 依然巍峨磅礴 耸立前方 滚滚龙旗不识 自雪山裂缝中溢出 让整片区域都充满了一股 威严与磅礴之气 地底身处归附神功 这是上苍最恐怖的作品 九个巨大的龙洞 联想更深处 那里皇者之气弥漫 让人窒息 而那极尽之地 更是有一座混沌龙巢 传说那是真龙所著 狠人已沉关当中 此时 一座广阔的古洞中 乾隆大圣正在与自己的 孙子雷战交谈着什么 雷战阴森地说道 祖父尽可放心 我已布下妙局 由不得那一人足胜体不跳 我要让他明知必死 也要义无反顾 他会跪下来舔我的脚底板 叶凡羽人魔到了雪山中 自不会再掩饰真容 因为本来就是为砸万龙巢而至 要出一口恶气 万龙巢位于万丈深渊下 鼓动若蜂窝 脚趾相连 密密麻麻 这是一处得天独厚的神土 据传 这本应是一座真龙的巢穴 非神明不可居 现有古皇 后有狠人大帝 再有巫使大帝 都曾看中这里 乾隆大圣提醒自己的孙子 你不要乱来 祖父亲放心 我自有分寸 雷战说道 目光阴逸 神色冷酷 怼绿铜顶 志在必得 不想夜凡活上太长时间 乾隆大圣猝眉 嗯 那个人魔又出现了 这让我很不安 他如果袭上门来 我们多半有大火 这是他的一块心病 太古年间 那场战斗实在是惨烈 至今想来 还让他心有余悸 人魔同修 太阴与太阳 若是复仇 绝对是大患 雷战说道 各种法阵都已开启 他即便出现又如何 用万龙灵 可以将他震杀 我心不安 那依照祖父所说 此人耿之刚烈 即便为魔 也会直接大杀上门来 这样足够我们复合万龙灵 杀他一个万劫不负 我们不要太阴太阳古惊了 立刻毙掉 也只好如此 不过还是做好防备吧 我族母星远在宇宙深处 这一次得到一艘宇宙古船 也许可以让部分人借此上路了 该族的母星相距北斗无尽遥远 他们的祖上留下了古老的坐标 历代只有几人知晓 祖父过于忧虑了 或许吧 希望是我多虑了 这几日来 他心惊肉跳 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每一次手持万龙灵 他都会镇顶下来 认为古皇兵可以扫杀一切 可是每一次松手后 他又陷入一阵不安的心绪中 缓得缓尸 心中烦躁 人一代心中有忧 对什么都不大放心 战儿 你到底要如何对付人足胜体 雷战只吐出一个字 杀 他的眼眸中光束冷冽阴毒 那是一种刻骨的杀意 他曾布局 让赤云等引动叶帆出来 结果却都枉死 乾隆告诫 莫要乱来 雷战狠辣地说道 他不出来 我就杀到他现身 我将派人从他出事的灵虚洞天开始杀起 在他所走过的路上 他所接触到的人 都将一个个倒在血泊中 乾隆当即立起了眼睛 这绝对是一场祸事 罪及无辜人 这样乱杀可能会惹得人族反感 群起而攻 祖父放心 我有分寸 要杀一批人 但相关重要人物我会留下来 等人族胜体来跪我 跪在我的脚下来求我 那些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 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你这样出手 将他一路上相遇的人都给杀死 会引起公愤的 乾隆有些不悦 自己的孙子的确狠辣 可是过于不择手段了 祖父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现在成仙路将要开启 我们只要得到绿顶 杀上一些人族又能怎样 该就又走了 唯一鼓掌难鸣实在不行 我族的人可回母星 只于我们等待成仙路 雷战不以为然 眼中杀气很重 乾隆迟疑 若是得到绿铜顶 在成仙路上的确将占尽仙机 也许将会独尊万族前 抢仙进入仙域 祖父 无须忧虑 我所找的人 尸海中都被设下了禁止 即便被擒住 也不会泄露我万龙巢 若强行搜索 仙台会崩溃 咻的一声 一道冷冽的刀光闪过 将神城上空劈裂 落暗石冲天 宫殿倒塌 苗玉庵的数十座宫殿被人割裂 许多道血光飞起 惨叫此起彼伏 已到过后 没有再继续伤亡过百 可惜了 那个名为安苗一的女子不在 不然 这可是一条大鱼 与人族圣体有关系的人 想找到还真不容易 只有一道这么冷漠的声音流下 人们知道 这是因仇恨叶凡而出手 从北域开始 一路向南沙 看他能忍到几时 希望能够捉住一个 与他关系密切的人 这一日 北域有数股势力被人历劈 血流成河 只是因与叶凡有一点交集而已 谈不上什么亲故 这引发一片轩然大波 让世人惶恐 不知是哪一股势力做的 嗯 北域有一个人 与人族圣体关系匪浅 若是捉不到 只能向南去找了 在这一日 刀气纵横 江家锁筒区域内 一个看起来并不大的小菜馆 被人一刀剁碎 当中的伙计与客人等 全部化成了血物 惨不忍毒 这个糟老头子 竟然不在 他们在找小婷婷的祖父 也就是江老伯 这些年 他在江家闲暇无事 重操旧业 开了一个小店 平日谁会欺辱他呢 而今却遭此横祸 伙计等全部惨死 化成了肉泥 因为小婷婷学太阴古经回来 把江老伯接走去团聚了 雷战的人没有寻到 故此一刀将菜馆斩成尘埃 那个台阴之体 与人族圣体关系密切 我们若是将他亲来 将来一定会激起其怒焚 可是他身在江家 这个出过大地的庞然大巫 有些不好对付 若是去袭沙 可能会出麻烦 不妨一试 若是能成功 人族圣体必会痛彻心扉 急眼跳出 若是失败 我们速退 前往中域与南域 杀出一片血染之地 好 试神一试